大家好,我是哲瑋 那我今天提的這個專案 就是焦點是放在這個 尼建署跟行政院最近大概通過了一個叫做全國國土計畫 這個算是我們國家空間計畫比較上位的一個計畫 那總之是在4月30的時候 行政院已經在內部審查完了一個草案的版本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公告的版本 可想而知它就是一個以PDF形式為世出的一個版本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把它變成是Hack&D的一個 就是Markdown的一個背後的一個格式 那當然也有這個Google Doc的版本 就同樣的內容我們也只是把PDF內容 變成這兩個剛剛閱讀者他自己習慣的一個平台 那當然另外一個如果從議題的角度來看是 我們也是希望去找到3月27的版本 跟4月30版本之間的差異 因為這光是在頁數上就大概差了一百多頁 然後圖片上 比如說應該可以想像有很多的地圖啊等等 在新的版本最後只剩下兩張圖 那前一個版本大概還有好幾十張圖 也就是它有一個版本落差的一個異議 所以在這個整個頁面這邊 左邊的這個導覽欄這邊是有一個政策的來源 包含它全國國土計畫的這個剛剛講的PDF的來源 還有它的一些審議會議的紀錄 但目前還有這個各縣市也正在擬定 所以我們也去觀察包含新北市啊各個縣市 也包含像是水利署 農委會等等相關的部門 他們也會針對國土計畫跟它的業務 做一些這個研討 或是研裡的託案 那這些的資訊都目前先盤點在這邊 那所以現在這個時刻呢 也有許多的縣市正在進行國土計畫 那它的想像是希望說 各個國土計畫就是由縣市政府去擬定 比較細節的 那所以我們的 就看到那個4月30的PDF版本之後呢 一個是先把它放到另外的其他的題材 那還有一些是我們試著去做的 就是把它的前期的一些圖子 盡量試著看看可會疊在 因為後來的版本沒有什麼圖了 那所以我們就去挖它之前會議紀錄裡面 還看得到一些功能分學圖 也招募可以改善這個 跑出來速度的工程師 總之就是祕密忙 而且仔細看 你可以看到它的圖子並不是品質很好 因為我們從它的那個錢包裡面 截取一張JPG 然後再對它的這個經緯圖的位置 所以這個圖的效果就不一定很好 那還有一個是我們去盤點它審議紀錄 跟目前4月30版本裡面 他們依據什麼樣的圖子去判斷 哪邊要做保育 哪邊要做土地的開發等等的資料來源 那目前還有一些志工朋友 他是做文本的對照 那所以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拍照我們一謝 謝謝 感謝這幾位 感謝這幾位 開選 下一位是 那個 綠瑄